我想升级厨房应该升级哪些东西呢 是可以给你选择的 像这几个厨房的话呢 就是非常典型的汉顿 大家可以看到 他做的这一些都是有凹陷进去的 然后这个是他所选用的拿手 食材会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淡油的食材 汉顿斯道有一个非常大的显著的点 就是他会有一个中导的厨房 这是他的一个色调的配置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非常和谐的 我们有不同的杯子 可以来选择 当你把你的橱柜的颜色 橱柜的材质 和你的把手选择完了之后 我们就会去选食材 这些是所有你可以选择的橱柜的样式 比较高级的会有烤漆 我给大家看一下区别 它是亮的 这个是烤漆 烤漆的时间会更加长一些 接下来就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食料板 这些是不同的食料板可以选择 那这些呢是比较高级的 算了这里的话呢 都是我们叫做Natural 就是天然食用石 这些的话呢是玻璃 好 好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高级的食材 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这种叫做Pencil H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就是一块 这个叫Pencil H 那你可以升级做这种 就是全部都包边的 这个叫做Waterfall 这个叫做Waterfall 这个就是包边了 那这些的话呢 是你可以选择的门把手 那这个的话呢 是什么呢 这个是雕花 比方说你的这个厨房 是走心法式的 你就可以去做这些雕花 你甚至于你的这个雕花板 也可以做这些雕花 雕花板是在后面一个环节 这个厨房的话呢 是积分里的 无论的颜色 然后它走进去 更加现代的风格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图法 非常的漂亮 白色的 好 这边是所有 你选择的不同的道路 和你拖拍有点心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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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